各位 我们一起唱这一段 孔哥 现在你会跟着我 最后一段时间 沉默了许久 孔哥哥 对 没有想到我 武功的挑战是练英文 这不是开玩笑吗 这个节目是怎么回事 就你简单的沟通 那些当然看都没问题 可是你叫我很溜的去 唱英文歌 就是英文的Rap 那真的 就没有想过挑战会是这个 这个真的太多了 一团无神 盖哥 不要这么多 你那边已经算简单了 那个 后面这个 孔哥 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挑战 现在就是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想法 很特别的想法可以写得很感动 我们可以最快的时间写给我们的话 我就给大家争取中文Rap 对 如果不能改的话 我就只能唱 那就宣哥来Rap 宣哥啥了 宣哥啥了 宣哥Rap 就炸了 可以试试看 试一下吧 好啊 因为我一开始就想过 先立再破 先立再破 那其实到了武功 其实该立的都立的 先决条件必须使狗哥或者是Guy 愿意或者是觉得我OK 我才会去碰这个东西 但是他们后来问了我这个问题 然后我就觉得我可以试试看 宣哥在练这个吗 刚才就颠覆一下吧 对 宣哥第一个Rap 我一个第二个Rap 然后狗哥开始唱下一段旋律 Rap第一句出来是志炫哥出来 我炸掉 真的 那这个我没尝试过的部分 我其实真的很认真的去做准备 我已经把自己的角色定位在这里 所以我只会多练 我只会多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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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一个新的尝试 突然发现这尝试还不赖 我没想到给我上了出来就是Rap 还好 阿净他这方面英文的说唱 这里边无人能忘记相悲了 尤其我们俩算是年的战友 所以他会主动地说 阿辉 那你这方面要需要我的地方 我随时 那些工作的日子 很难的其实 我告诉你 就算你是会讲英语的 你都不是所有人都能讲得很标准 所以这个真的是有难度 是 感谢 感谢欧阳靖 对 他对我这个帮助真的很大 有时候我很着急的时候 那个阿靖就会安慰我 都会说 辉哥你需要帮忙的话 你随时说话 这就是哥哥嘛 特别好